那講到納粹 左派有一名知名的演員叫做Elisa Villano 他發推文宣布要打擊法西斯 還有仇恨 還有所有的白人至上 他把他的特斯拉退掉了 他發在推文上面說 我退回了我的特斯拉 我買了一台大眾汽車 Volkswagen的電車 超愛的 我不確定為什麼還會有公司在推特上面買廣告 一個股票上市的公司 竟然在推行仇恨的商品 以及白人至上的代表 並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商業策略 我不知道這位我不太認識的演員 是不是一個有讀過歷史的人 但是大眾汽車的歷史 比特斯拉豐富很多 大眾汽車是希特勒 跟納粹黨親自創建的 大眾汽車Volkswagen Volks就是人民的意思 Wagon就是馬車的意思 這個就是大眾汽車的由來 但是當然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大眾汽車是保時捷Porsche的創辦人 同時也是希特勒黨衛軍SS的高階將官 Ferdinand Porsche一起創辦的 這個照片應該可以看到希特勒跟保時捷 都坐在大眾汽車上面的風光場景 但是他當然也不知道 這真的是讓我想到 絕大多數的人對於歷史是非常陌生的 是非常無知的 現在的人不在乎過去 不在乎未來 只在乎現在 我拿青春賭明天 你用真情換此生的概念 我們活在一個只在乎當下的時代 人覺得聖經3000年太久了 希臘歷史 羅馬歷史 中國歷史 這些他們不可能在乎 那希特勒設立大眾汽車Volkswagen不到100年 那個才是真正納粹的概念 但是他們不會在意 他們要攻擊的是Elon Musk Elon Musk甚至不是一個保守派 他某層面上只是一個非常左派的一個人 但是Elon Musk只認為要有自由市場跟言論自由而已 這個人就是他們心中的納粹 這個人就是他心中的敵人 那講到Elon Musk 他剛給我們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課 在政治上面是非常實際的一課 現在有傳聞就是 蘋果的App Store跟Google Play Store 會禁止Twitter在蘋果手機跟安卓手機上面繼續存在 因為Elon Musk買下了Twitter 然後他會讓這些邪惡的納粹回到Twitter上面 例如川普還有就是 應該最主要就是川普而已吧 其他人好像左派還不太在乎 然後呢之前在One American News的主播 OAN一直來都是非常挺穿的這個新聞台 就發推文說 如果蘋果跟谷歌把Twitter從他們App Store下架的話 Elon Musk應該要創造自己的智能手機 這個國家一半以上的人都會興奮地丟掉目前的制度 被iPhone跟Android牽著鼻子走 這個人 他這邊說的是Elon Musk 做了火箭去火星 一個小小的手機應該很簡單吧 然後Elon Musk就回 是的 我就是要這樣做 他說 我希望不要到這個地步 但是如果沒有其他選擇的話 我就會做出另一個可以選擇的手機 這個是對於政治火熱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有錢能使鬼推磨 我們有的時候會有年輕人寫信給我們 然後說他滿腔熱血 然後他要怎麼樣進入政治圈 然後我給他的答案都很現實 聽起來就不太像一個基督徒應該說的東西 因為答案就是 如果你可以的話 請你開一間公司賺很多錢 賺到你比你認為你需要的數量還要多的錢 要賺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他們會覺得就是 你不是這麼膚淺啊 對不對 你在AI News上面說什麼靠信心 靠耶穌 只要有夢想就去實現 不一樣 我只是想去國會啊 我只想參選什麼州議會啊 但是事實就是 不行 你一定要有錢 你才可以進入政治權 川普能不聽共和黨的 能不甩民主黨 真的不被左右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自費的參選人 這也是我們相信川普多過於很多其他政客的原因之一 包括Ron DeSantis 不是因為川普是唯一美國的救星 不是川普是神的仆人 川普是個完人 只有他才能抽乾華盛頓的沼澤 只有他才最有眼光 而是因為他最不可能被外界的力量左右 因為他很有錢 那Elon Musk在這邊說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想一下 現在所有的保守派政治人物 非營利組織在這邊說什麼 我們要起來要創造一個新的電話 打破這個市場 打破左派的壟斷 我們要來計劃 我們不要被左派繼續控制 我們要這個 我們要那個 或者是Elon Musk可以拿出一張支票 然後就說開一間公司 然後說我們來做手機吧 我們可以在這邊講說什麼 我們要立法要召集各式各樣的同志 志同道合的人來創造一個新的社交媒體平台 真正的自由 然後要來改變什麼什麼什麼 或者是Elon Musk可以說 440億拿去 從今天起推特就我說的算 川普現在就回來吧 你有錢了之後 一切就會變得簡單很多 保守派會失去整個社會的方向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左派他們花了好大的力氣 好長的時間 他們創業提供服務 掌控了我們社會上面所有的經濟跟資源 在什麼時候 那邊見到 他的指添加 後來拍照 這個人 然後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